簡卜,後來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從愛心到簡卜的漫漫長悟 我悟啊,我悟了這麼多年,悟了21年,他悟到愛心學的落實切入點就是簡卜 回來以後我就開始弄簡卜學了,愛心學跟簡卜學一起來共同 你這個從研究的出發? 對,他是很專研的角度,很理論,因為他是學數學 生活啦,生活心態 我是那個自動的感覺,這個步子應該對的 融入自然 融入自然,這有點不耐心 隨機自然,慢慢走出來這個 我希望能量產,如果能研究出來就會量產,就不可以要,你可以做很多都不出來 研究呢,你可以一個切入點,一個出發點,還可以再畫一條線 怎麼樣才是愛,怎麼樣才不是愛,要慢慢地 對照出來 很多事情,我們可以分析社會上,很多行為什麼 哪些是不對的,那個是對的,泡開的 挑裂室或者是那種 然後每一點就是研究,貪心一定是不,對 哪有什麼樣子是貪污心的 自己的光榮,自己的虛榮,自己的不是愛的 所以就分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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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這個人是滿嘴愛心的 所以你回去自己猜 他意思是我的騙子 我滿嘴假愛心 我以前是看到人就愛心 看了人就假愛心 我那時候就說,你怕分析到世界,任何戰爭問題 社會問題 分析到後面,曾傑就痴心 他就有私心在做我們做壞事 他有愛心,他就不會做壞事 以前沒有錯過,是真的滿嘴愛心 可是我真的是滿嘴愛心 不是像子儀諷視我是假的滿嘴愛心 那我現在是滿嘴,滿嘴簡卜 愛心不講了 我現在找到更落實的東西 我現在分析,你看陳瑞典為什麼要貪污那麼多錢 就是他要過司法生活 他不願過簡卜生活 如果他要過你這樣簡卜生活 他那麼多錢對他沒有用 對不對 那你看到任何美國衛生化打伊達克 因為他要石油啊 他要過司法生活啊 我每年會去美國 我姊姊在美國 我姊姊一個朋友 他以前在台灣的核電廠是他太幹 他的系工是工程師 他太太是就因三世的環保局的副局長 家裡很有錢,兩個人很有錢 他們生活繞顧得還算簡卜 他偶爾司法一下,他大部分時間還算簡卜 所以他存了很多錢 他存了很多錢就不去做好事啊 他存了很多錢 一棟房子一棟房子一直買 他現在買了十棟房子 收入住住一天收入住一大堆 他是很簡卜 可能不合我表 他不做好事 小氣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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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家四個人六部七車 他開車上班 他太太開車上班 他們有錢啊 所以住在那個郊區 很風險漂亮的地方 所以離上班地方都很遠 開車都要開一兩個小時 他兒子念大學 他女兒念高中 也都開車去上班 四個人一人一部車的 因為他住的地方太遠了 風景好地方 房子好大 都是警衛 那種非常 就像那個空氣山莊一樣 那種地方 所以叫四部汽車 另外 他因為他爸爸是工程師嘛 還睡過貨車 有車載貨 那另外他家還有一部旅行車 比那個江熱衣那個Van大多了 裡面那個娃斯 那個微波爐啊 什麼廚房什麼廁所 浴室什麼都有那個 他們全家去旅遊的時候 都開得過 一家四個人六部車 所以你看他美國需要多少汽油 所以他非打伊拉克 打伊拉克就要搶石油 那為什麼 就是他們的涉化生活 所以你任何這種國際問題 社會問題 家庭問題 什麼問題 你分析到後面 他真一點就是涉化 如果柬埔 問題就沒有了 我最近跟歐大哥分享一下 我不是帶志工嗎 去柬埔餐 那因為現在教育部規定 教育大學憑建 要把國際志工放進去 就南開大 南開技術學校跟我合作 要出土 去做八十六個小時中間餐 我說你們治理 他跑來跟我講 你講我這個怎麼吃 我說我已經跟你講治理啊 你愛不愛吃是女生 你就再來服務我啊 他們是那種被服務心態 所以我自己 後來他談柬埔跟您這邊 我覺得 真的有些要人出來講 因為政府很多學一套 可是他失去了他的精神 所以我自己最近在教服務 我覺得你如果沒有柬埔 你不要談服務 真的 像我這篇文章 我演講 現在的演講題目就是 從柬埔到幸福零售 你自己過得很簡單 你就不要做物資的獨立 你就做自己主人 我那篇文章 你可以當土人 不要當獨立 柬埔 然後你可以省下錢來 你可以做好事 你會很快樂 你就會幸福 我覺得這篇文章 就柬埔跟幸福之間 有什麼關係 沒有寫完 也是被忘了 就他以後忘了 以後有時間再繼續寫 那後來 你看這個是12月 我跟代大哥講說要學您 就每天這樣寫 因為他有一時想 但是寫能寫實 沒有 我寫的 太太拿 太太拿 我寫的可能比你多 因為我太太幫我打字 我寫了好多 我寫了大概上千篇 那很多寫的題目 沒有 以下沒有時間寫的 大概有兩千篇 那寫完 寫完 寫完 有寫了大概一千篇以上 那正像這個就是 2017年 12月23號 想到這個題目可以寫 好 這個題目可以寫 然後到15號 兩天之後 寫了備忘稿 然後再過一天 16號 又續稿 又繼續寫 等我寫了 覺得他們滿意了 我會寫這個 叫做出稿 出稿 初步的出稿 那這個出稿 出稿 覺得已經出具規模了 這邊我要表達歷史 這邊叫 登币累進稅率的柬埔快樂之果 你要像丹麥一樣 要登币累進稅率 一個月賺十萬塊的人 只要加兩萬塊錢就好了 如果你賺二十萬塊錢 一個月賺二十萬塊錢的話 你前面十萬塊交兩萬塊錢稅 後面十萬塊交五萬塊錢稅 如果等比就四萬塊錢 數學等比四萬塊錢稅 一個月賺三十萬的人的話 你前面二十萬 就剛才兩萬四萬的稅 第三個十萬就要八萬塊錢稅 第四個十萬就擺到繳稅 所以這個情況 一個人賺到三十萬 以後三十一萬 那個是不是叫累進稅 等比 等比累進稅率的柬埔快樂之果 用等比累進稅率 就不會評估全數這麼大 我賺到差不多錢 我就不賺了 我一個月賣兩部錢就夠了 再多賣就沒有錢叫繳稅了 我賣兩部錢 那其實留給那些 比較不會賣的人去賣 那現在不是 有人會賣 其實他一個月賣三十部 一個月賺一百萬 那比較不會賣 其實一個月賣不到一部 賺不到什麼錢 就貧富全數很大 那用這等比的選項率就不一樣了 你賣兩部測 你不要賣第三部 第三部你白忙了 你第三部的測 全部要繳稅了 這邊文章寫到這樣 就覺得已經出局規模 這個題目比較小 這個題目比較小 這個題目大 這個題目大會寫很多 就叫備忘了 那這個題目 寫到這麼多就覺得 你出去規模 就出稿 然後有時候再修改 再多賢一點 就變成那個出稿 出東壁的出 就出稿 對那個就可以 可以發表了 這個出稿還不能發表 還太出道了 如果這文章我寫到 大概一千篇以上 就跟簡卜跟愛有關係的東西 可是還沒有完整的 這本是完整的 完整的 這十年前出的 完整的這一個 那這本裡面 我最喜歡的這句話 這這篇文章叫 寧愛有寧害 明明很多人都知道 寧愛的孩子是不好的 會被槍斃 槍斃說 最後醫院吃媽媽一口奶 把媽媽奶都咬掉 那故事 大概都知道 那就是我這 我這篇文章就 就從那前進 我說那個媽媽 她自己以為 付了很多母愛給孩子 其實她付的裡面 男人九十是母師 這是我心發明的名字 母師 這安逸學發明的心名字 叫母師 不是母愛 母愛跟母師很像 一般你沒有 遺形檢驗會出來的 可是母愛跟母師內容 內涵完全不一樣 而且這樣相反 那它造成的結果 也完全相反 母愛會是孩子 正健康成長 心靈健康成長 母師會是孩子 心理錯誤成長 比如說小孩子跑跑 撞到桌子 被桌子一半 扔了一腳 哇哭 有的媽媽 母師的媽媽怎麼樣 打桌子 不要哭不要哭 媽媽打桌子 桌子沒有犯錯 桌子根本沒動 是你小孩子走路不小心 自己去扔到她 踢了她一腳 那桌子很痛啊 桌子畢竟踢到 你小孩子的錯 不是桌子錯 可是媽媽媽就認為 小孩沒錯 那這就叫母師 這就叫我們女兒 那孩子變成 我永遠沒有錯了 將來不知道社會 就無法無法無天了 她們可被關節被強迷 那這個問題 我裡面最喜歡就是這邊 逆愛與逆漢 我逆愛逆漢就是 根據我的愛心系統的研究 一般人稱為逆愛的行為 它裡面沒有愛的成分 它是私心造成的 我對別的小孩子不是這樣子 別的小孩子如果撞到桌子 我不會幫他打桌子 只有我兒小孩子撞桌子 我不會去到打桌子 那除了這個行為 它本身動力跟抓點 它是私心 私心 而不是愛心 不是愛 沒有愛的成分 我們說對 這個行為 叫做逆愛 是錯誤的 應該叫私逆 它正確的名稱 就叫私逆 那這個行為對孩子 有害處的 所以它更正確的名稱 應該叫逆害 我這邊就證明 台路他們要建立台灣 國標證明運動嗎 我就說 我就替愛證明 這個行為 它證明應該叫逆害 或者叫私逆 它不能叫逆愛 你知道這個行為 跟愛沒有關係 你就比較不感動 那現在為什麼 大家明明知道 逆愛對孩子 這個還能夠人做 因為用錯誌 大家自欺欺人的 又愛的字 愛也很好的 就用錯誌的 我寫了這1000篇文章左右 我最喜歡的這些 就檢驗 你剛剛說檢驗愛 那經過我們檢驗之後 這個不是愛 逆愛不是愛 逆愛是私逆 它是私 所以我現在是希望 從我們校尾小 這個 你看 逆愛無理 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就是 把意跟愛 兩個字結合在這 沒有道理 因為這兩個東西 是隨後不容的 逆是私 愛是愛 私跟愛 這兩個字是隨後不容的東西 把它結合在這 是沒有道理的 不合邏輯 逆愛有罪 這個行為 這個政燈名字應該叫逆愛 而這種逆愛是有罪 你父親父親父子 你父親父親父這個逆愛 你所謂逆愛行為 我所謂逆愛行為 我所謂逆愛行為 是有罪 你兒子被砍頭 槍斃的把你奶油搖掉 就因為你有罪 他把你奶油搖掉 研究 這就研究 這個什麼是說的 十年前 十年前 教會很國際,各國的各地